在猫的眼里 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的 说起猫啊 现在啊 已经是全民新猫的时代了 你看那些可爱的猫咪 不仅占领城市 把人类驯化成自己的奴仆 还逐渐接管了网络 成为众多无猫游民的精神寄托 是当代年轻人的最佳续命良药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猫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我想最关键的一点 可能是和猫的个性有关吧 猫呢是一种很独立的动物 它总是和人保持着距离感 距离感又会带来神秘感 而神秘感呢 又会让我们觉得猫是捉摸不透的 再加上猫的面部肌肉比较少 它总是一副好奇又漠然的表情 一直没有弄清情况的样子 这样一来 人类就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猫的身上 就好像猫身上具有了这种情感 我们对猫顶礼膜拜 实际上是在猫的身上寻找一种情感的慰藉 一般人尚且如此 那些擅长说故事写故事的作家 就更不得了了 在他们的笔下 猫的形象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说起喜欢猫的外国作家 首先就是那些日本的作家了 村上春树就不用说了 此生猫奴一个 他写过一本关于猫的散文集 在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当中 更是写了一群会说话的猫 日本文坛上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 三岛游济夫也非常的爱猫 他就曾经说过 我很喜欢这种忧郁的动物 它们不会表演技艺 却并不是因为它们学不会 而是因为它们觉得 这种事情很愚蠢 它们的表情总是一副 卖弄小聪明的样子 又很喜欢耍脾气 它们是很谄媚的生物 可是它们的谄媚 又是这么地冷酷 我对它们实在是喜欢得不得了 要知道啊 三岛游济夫的妻子 却是非常不喜欢猫的 可怜的三岛游济夫 只能够偷偷摸摸地背着妻子 在家里藏些熏鱼条 去喂外面的小野猫 这真是应了那句玩笑话 别看有的人表面风风光光的 可背地里连只猫都没有 咱们今天要介绍的 是日本另外一位国民大作家 它的头像 甚至印在了日元的钞票上 这位作家就是夏姆树石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就是它的代表作 我是猫 我是猫 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这部小说并没有非常连贯的情节 就好像是一部 从猫的视角展开的 一篇又一篇的杂文 随时都可以让读者忍俊不禁 小说中的猫兄 对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百态 都来了一番读舌点评 在猫氏的戏谑背后 我们又能感受到 些许时代的苦涩和悲哀 那么 我是猫 到底讲述了哪些 诙谐可笑的故事呢 在这些欢笑的背后 夏姆树石又寄托了 它对日本明治时代 什么样的思考呢 接下来就让我化身那只小猫咪 跟大家聊一聊 我认识的那几个人吧 我是一只猫 但不会抓老鼠 好吧 先来说说 我是一只什么猫吧 其实我呀 就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灰版猫 毛色是灰色的 灰色里带一些黄 纹里呢 就像是树皮一样 我承认 自己实在是身材一般 毛色一般 脸型也一般 绝对算不上猫里头的美男子 我原本是一只野猫 小时候差点饿死 侥幸爬到了现在蝉屎关的家里 倒霉的是 我最先撞见的是家里头的女仆 被她拎着脖子 一次又一次地丢了出去 好在家里的男主人 苦沙弥及时过来 她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我这只可怜兮兮的小猫 连名字也没给取 就这样随随便便地 把我给留下了 在这个家里 我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有一天 我突然想去偷吃 男主人苦沙弥的年糕 说句实话吧 年糕这种铺成一团的东西 嗯 我看着是有一点馋 但同时也觉得有些恶心 唉 到底吃不吃呢 其实我本来也没那么想吃 盯着她使劲看 反而有点看腻了 要是这会儿 谁突然走进厨房 我肯定毫不犹豫 扭头就走了 可是偏偏 女仆也好 主人家的小孩子们也好 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来 嗯 好吧好吧 我就勉为其难地吃掉吧 于是 我张大嘴巴 一口咬住了这个年糕 谁想到 这年糕竟然是个妖怪 我的牙齿就像是陷进沼泽似的 完全动弹不得 只能四只爪子一起使力 想摆脱年糕的魔爪 只可惜 哪怕我丑态毕露 四脚朝天 眼白都快翻出来了 年糕 还是牢牢地 粘在我的牙齿上 偏偏这时候 女仆和小孩子们倒是跑过来了 女仆气急败坏地叫马着 小孩子 则是哈哈大笑 大声地喊 看呐 看呐 原来猫吃了年糕 还会跳舞 哼 啊哈哈 哎 让人难堪的是 还有很多呀 比如有一天 苦沙迷这家伙 竟然讽刺我 说我在家里的工作 就只有睡觉睡觉睡觉 哈 为了向这些愚蠢的人类 显示我的本事 我决定抓几只老鼠 给他们瞧瞧 到了晚上 我斗志昂扬地去抓老鼠 可是东看西看 根本就抓不着 我跑到浴室里 他们就跑到晚柜那边去 我紧紧地盯着碗柜 他们就沿着水池 往上窜 哎呀呀 老鼠真是混蛋 他们竟然趁我不注意 一口咬住了我的耳朵 唉 最后 老鼠 我没抓到 反而打翻了一堆的碗盘 水桶还有果酱瓶 真是可怕的敌人 抓老鼠 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些不靠谱的知识分子啊 与咸鱼有什么区别 在小说里 其实我并不是真正的主角 真正的主角 是下面几个人 首先出场的 当然是一家之主 苦沙弥了 苦沙弥这个人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颇有讽刺的意味 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 脸上长着麻子 虽然气色不怎么样 不过看上去 似乎是个特别认真的读书人 他每天从学校回来 就一头钻进自己的书房 基本上进去了 就不怎么出来了 可实际上 是个什么情况呢 大白天的 苦沙弥经常在书房里 睡得昏天黑地 口水都快流到书上面去了 苦沙弥肠胃不太好 经常消化不良 可偏偏他还非常看嘴 每次大吃大喝之后 只能吞消食片缓解一下 平时火气还非常大 经常为了些小事 就大动肝火 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经常在日记里讽刺别人 比如说 有那么一次 他散布回来 在日记里写下 在池之端的时候 看到一个义记 穿着花哨的春装 拍羽毛剑子球 衣服非常漂亮 可这长相实在是惨不忍睹 怎么看 怎么像我们家里那只猫 啊 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惨不忍睹的长相 长得像家里那只猫 虽然我在猫里面 算不得什么美男子 可是好好收拾收拾 修理修理胡子 也不会比人类难看多少啊 人类啊 就是这么自大 振上脑筋 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毛病 苦沙迷还喜欢卖弄他那半吊子的文采 英文也好 排剧也好 那些典故 他总是信手拈来 可实际上 啊 他又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有一次他的学生问他 翻茶的英文是什么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翻茶也叫粗茶 碗茶 专门用来指那些不太上档次的茶 可谁知道 这个苦沙迷竟然说翻茶就是 Savage Tea 也就是野人的茶 哦 这下 闹了大笑话了 他也算是声名远播了 苦沙迷是谁 大家不一定知道 可是有个英语老师 竟然把翻茶 翻译成了野人的茶 这事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总之 在我这只猫看来 苦沙迷就像是一个 奇怪的巨型牡蛎 紧紧地吸附在书房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苦沙迷吧 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也不去关注外面的事情 就只是一个人 关在自己的书房里 什么也不做 你说你待在书房里 老老实实的吧 也就算了 还非得做出一副清高的样子 好像自己已经看破红尘 有多么了不起似的 可实际上 是什么样子呢 唉 要出息没出息 要钱没钱 整天一副穷酸的样子掉书袋 实在是可笑得不得了 好了 说完苦沙迷 我们再说说 苦沙迷家的常客吧 第一位 是美学家 迷婷 迷婷研究美学 不过 他可不是什么 正儿八经的学者 说起来 他跟苦沙迷差不多 都是一副 半吊子的文人德行 他喜欢吹牛皮 捉弄人 苦沙迷呢 正好就是 他最喜欢的 愚弄对象之一 有意思 就说有意思吧 苦沙迷突然迷上了画画 埋头在书房里 涂涂画画 可惜的是 谁都看不出来 他到底在画些什么东西 这时候 迷婷一本正经地 给苦沙迷建议 意大利 有个著名的绘画大师 安德里亚德鲁萨鲁特 说过 大自然 就是最动人的素材图 所以画画 应该从写生开始 画一些自然的东西 比方说 天上的鸟 身边的猫 苦沙迷立刻 听从了迷婷的建议 认认真真的开始写生 结果还是一样 画的那叫一个一塌糊涂 当然 面对迷婷的时候 苦沙迷绝口不提 自己不能见人的画作 反而不动声色地说 啊 这位安德里亚德鲁萨鲁特先生 实在是太精辟了 按照他的方法去写生 果然会注意到 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的 物体形态和颜色的微妙变化 没想到 迷婷立刻得意洋洋地笑出声来 哈哈 你无比敬佩的 安德里亚德鲁萨鲁特先生 其实是我瞎编出来的 你居然还当真了 啊 真是尴尬极了 嗯 除了喜欢糊弄人的迷婷 苦沙迷家里 还有另外一位常客 他叫韩月 韩月曾经是苦沙迷的门手 如今是一位理学学士 研究什么地球的磁场和力学问题 他现在只等发表论文 就可以成为一位博士 这么看来 韩月混得还算不错呀 而且他还是一位 相貌英俊的美男子 可实际上呢 嗯 他跟苦沙迷还有迷婷 都是一路货色 三个人凑在一起 谈天说地砍大山 竟说些社会上的奇闻异事 相艳飞闻 不是谁谁谁和谁谁谁有一腿 就是那谁谁谁又背着谁谁谁 到哪里去招风引蝶了 这三个人 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关心 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社会上的种种是非 通通当成谈思八卦 只管自己嬉笑怒骂 冷嘲热讽 活脱脱的 就是一副太平盛世里的 一鸣群像 他们像没用的丝瓜 随风摇曳 内心里既有俗念又有贪欲 还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他们自己和平时所痛骂的俗骨凡胎 本就一秋之河 在我这只小猫咪看来呀 真是可悲极了 哦 当然了 他们也不是一无是处 好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们的可取之处吧 即便家徒四壁 也要梗着脖子和爆发护叫板 说到他们的可取之处呢 就不得不提苦沙弥 跟金田家的恩怨了 金田家是苦沙弥的邻居 哎呦 和咱们家屋顶上长草 门口的篱笆都倒了的 凄惨境况可不一样 金田家 可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金田先生是一位大企业家 在外面不管是谁提起他 都得肃然起敬 不过金田是怎么跟苦沙弥 扯上关系的呢 这事情的起因啊 跟韩月还有些关系 原来金田家看上了相貌英俊的理学士韩月 想要让他迎娶自家的大小姐 正巧得知苦沙弥和韩月 有些往来 于是金田太太可就上门来了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来打听韩月的事情 当然 他最关心的事情是韩月到底能不能够拿到博士学位 要知道 在日本的明治时代 一位理学的博士 可是非常了不起的 韩月只有拿到博士学位 才配得上他们家的女儿 可谁知道 苦沙弥也好 弥婷也好 根本就不吃金田太太这一套 他们才不管金田家 是不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呢 完全不改那副冷嘲热讽的样子 把金田太太狠狠地挖苦了一顿 特别是金田太太那个又大又丑的鼻子 更是成了主人和弥婷的笑柄 要我说呀 苦沙弥这样的态度 简直跟鸡蛋碰石头没什么两样 她在爆发护金田家面前 实在是势单力薄 先是 深受金田家好处的 林木藤石郎 找上门来 对主人威逼利诱 要知道 多年以前 这个林木 还是主人的铜窗呢 现如今 在金田的手下 混得风生水起 还有主人邻居家的车夫 以及车夫的老婆 全在金田家的示意下 监视主人的动静 顺带 还在家门口叫骂 更夸张的是 金田甚至还动员 附近中学里的学生 轮番把棒球打进主人的院子里 搅得他不得安扭 可即便是被欺负到了这个份上 苦沙弥和他那些 看起来吊儿郎当的知识分子朋友们 也还是耿着脖子说道 那个金田某某是个什么东西呢 不是吧 鼻子眼睛全都钉进钞票里的家伙吗 哎 老实说呀 当时真是凄惨得不行啊 当时的咱们家 遭了贼 其实贼也没想到 摸进来这户人家 竟然穷成了这副德行 家徒死壁 什么也没有 万般无奈 就把主人家里的山药和衣服偷走了 但是 就算是穷到了这个地步 面对着 有钱有势的大资本家金田 苦沙弥 竟然还敢这样 不知死活地冷嘲热讽 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 在金田的眼里 苦沙弥也是个怪人 瞧 所有人都趁着明智为心的东风 挖空了心思把钱赚 他倒好 不爱钱就算了 还对着人家资本家破口大骂 金田觉得呀 苦沙弥做一个穷酸的老师 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要知道 英语 可是个好东西呀 整个社会都在学习西方 既然你会英语 不趁机投机倒把 大发横财 却守着个破书斋 过穷酸日子 实在是不可理喻 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蠢人 苦沙弥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 到底蠢不蠢呢 嗯 我就不深入分析了 这种事 交给你们人类去办吧 毕竟 我只是一个 小猫咪 他们是一群不合时宜的 落后于时代的多余人 好了 我是猫这本小说的故事就说完了 通过这本小说 作者夏末数十 在这群知识分子的身上 到底寄托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其实啊 苦沙弥和他的朋友们 应该算是日本社会第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1868年 岛墓运动推翻了墓府统治 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 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改革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治维新运动 明治维新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封建社会的落后面貌 但是日本社会第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却不是在明治时代里土生土长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夏末数十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父辈 其实大部分都是幕府的官吏或者武士 夏末数十的生父 是日本旧幕府的小官 明治维新之后 夏末家逐渐衰败 陷入困难的境地 和夏末数十一样 那些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们 都是幕府时代的移民 也就是说 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他们必须孤立无援地在新时代生活下去 和夏末数十一样 小说中的苦沙米等人 也是幕府时代的移民 苦沙米本人经常穿着一条黑色布挂 上面就有他们家族的家徽 原来他的父亲曾经是幕府时代的小官 韩岳的祖父也曾经是幕府的武士 就算是插科打混的谜庭 也有一位像是来自江户时代的汉学家伯父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 并不是完全闭目色听的 学生时代的夏末数十 成了文部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前往英国学习 当时的英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 虽然伦敦严重的工业污染 以及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危机 让夏末数十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文化氛围 却深深地影响了他 和夏末数十一样 日本第一批近代的知识分子 并不排斥外面的世界 他们游历欧美积极地学习 西方的人文和社科知识 热衷自由民主的理想 想要投身日本的现实政治 改变日本的命运 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 日本的政府更信奉 德国强硬的军国主义路线 英国那种充满自由主义的氛围 很快就遭到日本政要的摒弃 由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 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席卷了整个社会 到处都是大资产家 大企业家们的丑恶嘴脸 当时日本为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当中 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 还提出了大和魂的口号 可是后来 大和魂的口号反而成为日本 转而走向完全的军国主义的标志 也难怪心灰意冷的夏末术时 要借着苦沙迷之口说 日本人就像是肺病患者一样咳嗽着 所有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声喊着 大和魂 可若是你要问什么是大和魂呢 他们也只是回答 就是大和魂呗 说完他们就这么走过去了 最终大和魂也就是像他字面上的那样 就是一种魂吧 围棋是魂 所以才这样飘飘渺渺的吧 所以在这沉重的社会现实面前 夏末术时也好 苦沙迷也罢 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站立在新旧时代的门槛上 既继承了幕府时期 日本文化的古雅传统 又接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 兴世教育 他们想要投身社会的现实政治 却无法融入太过激进的时代潮流 只能是渐渐落后整个时代 他们表面看上去 像是太平盛世的艺民一样 不关心现实世界的变化 只是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可实际上 他们却是明智社会里 越来越不合时宜 逐渐被时代所抛弃的多余人 就像是猫在书的结尾中说到 迷婷看上去每天都非常乐观 但她很显然 并没有真的就身处在理想国里 韩月终于娶了老婆 这才是正常 可是时间久了 她也会觉得无聊吧 而主人早晚要死于她的胃病 连这只猫在最后也因为喝醉酒 掉进了水缸里淹死了 或许也是因为 即便我是猫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 苦沙尼这些被社会排挤到边缘的人 也不会再有什么精彩的故事了 嬉笑怒骂的故事终究结束 没有任何希望的结局 不写也罢 最终 夏木树时在 《我是猫》的出版说明里写道 世事变迁 就像是猫的眼珠一样变幻莫测 以后世界将要如何变化 我不了解 只不过水缸里猫的瞳孔 应该可以凝固成瞬间的永恒 好了 关于《我是猫》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